赶着台风来前的好天 我们又出发了 这次继续打飞踢来深圳 吃一家这个开在汉京金融中心里的 新晋流量之王 福明 法语福明指的就是烟雾 木质结构的色调里 包含着山间的烟雾 食物的烟熏 和湿意的人间烟火 三重寒意 临床远眺一旁就是深圳大学 今天要吃的这套夏季菜单 包含了四个月章 十四道菜肴 一六八八一味 我们还加了茶配 在法菜基底上 而融合了各种香料的变化和演绎 我们先从这道清爽的山茶花茶饮开始 来自山城重庆的女主厨杰内 和在滨海之城长大的主理人David 一个善于感性的事物表达 一味主导理性的食言于陈县 头道里要树形血液 三十共生 这个形如青苔岩石一般的 是用日本海苔做的翠片 上面点了鱼籽酱 中间卷了层烟熏过的海曼鱼 带一丢丢微酸口 左侧是用大连带子 做的一个塔塔 下面是用冻干技术做的一个 丹东草莓的塔饼 这是一个名为连移的水波纹托盘 是用整块的原石直接切割出来的 非常的别致精美 第二道山 用了马沙拉调味 涂出鹅干中的油脂香气 上面加了蒙古的沙鸡 和重庆的大红泡花椒粉 配以泡椒鸭汤来综合 就论这个创意和胆量 我给满分 泡椒带来一丝清新的酸爽口感 融合了一丢丢的辣味在里面 加了黄灯笼 红灯笼和野山椒一起制作 带着一丢丢黄瓜味料 吃起来生津又气味昂然 第三道豆蔻 灵感来自豆蔻年华 用了一个反转寿司的呈现方式 茶配在杯口地方涂了一半的梅子粉 这道除了建议鲜饮无梅子粉的这边 像这一大栏里面的海鲜 接着都会陆续用到 用咸柠檬调味 现在正当季的东海熬虾 作为下面寿司的底 上面的折利洞也就是寿司底 用了一番的熬虾出汁 还加入了树番茄增加酸度 泡沫是用羊桃和青花椒混合 打的一个山枝 周围再用甜豌豆来呼吁主题 整体清新清爽 吃起来非常夏天 一边还配了杯用 斑兰粉和东北海棠苹果 一起做的甜豆冷汤 酸酸甜甜的 可以尝到微微的颗粒感 菜地里所有摆设 发觉都是用的新鲜植物 让食客们更多的沉浸在一种 大自然的生态中去用菜 面包配的是我喜欢的不留休 滚烫的上来非常松软 黄油是用宁波满响和普宁红腐乳 加了一堆堆咸柠檬一起做的 偏咸口有过海鲜的味道 这道极富意境 带着鸟鸟青烟的松烟 是他们招牌 用了长白山的松蒸烟熏 底下的绿汁 也是加了松蒸和绿熊马酒为底 与炭烤过的大竹家鱼 轻轻相拥 应用出十足的丛林感 上面还点缀了白色好看的 串刺萝卜花和青森三维子 做装饰 一场四川与东京的不齐而遇 一种山与海的碰撞与交织 这些岛屿是用法国生蚝 啄酒味噌慢煮 上面一层一是提炼出来的 顺德水牛乳奶皮 倒入沙白的青汤高汤 倒入之后把边上粘的 冰草 芦笋和兰州百合 一起混入汤中 浪漫中透露出一丝清新质感 一整只好直接入口 海鲜味浓郁 水牛乳带着淡淡的奶味 浓而不浊 鲜味立体 汤与碗 食物与器皿 自成一体 犹如一盏艺术品一般 美得淡然又素颜 过度茶饮用了杯姜芒炒绿茶 澄清过的豆浆乳清 和野浆花调配在一起做的 接着我们就慢慢进入 第二月这样的环节 这道名为凝脂的 他们用了安康鱼干来呈现 慢煮过的安康鱼干 拥有像冰淇淋般的棉厚质感 微辣的二斤条辣椒 仿佛穿过油脂层 深入底部的日式梅子 出汁做的茶泡饭中 结合了日穿法 三种烹饪技巧和调配方式的这道 带着重庆姑娘 对家乡味道的一种致敬 在看似矛盾冲突的味觉中 找到奇妙的平衡 他们还是保留了 对法餐礼仪的一种尊敬 一起上菜 这道怪虾 也是用了穿式24卫星中的一种 除了龙虾 天附罗方式炸南瓜花 它花里面还酿了龙虾肉 真的让你每一口都吃得到 额外惊喜 中间酱汁 用了五香粉花椒迷迭香 一起调配 用大闸蟹的秃黄油 提升它的鲜味 很特别 边上玫瑰花 是用甜椒撒上玫瑰粉做的 许与如生 既是装饰 也是配菜 接着这道物与索贝 他们是用卢州老椒 自己泡制了一款香料酒 主要是菲律宾菠萝 还有像马鞭草 青红花椒 大红袍 藤椒 迷迭香等各种香料 因为索贝里还加了金鲜乌龙 所以厚掉会带点茶韵的回甘 底下是用塔巴西口腌的青瓜 最后吃到的是 上面一片绿叶马鞭草的香味 接着一道追溶 它其实是香菇的别称 里面会加一些意大利的黑松露 整个薄荷绿和葡萄酒红的颜色 呈现非常和谐 那块红色的你一定猜不到 竟然是用腌制过的西瓜做的 你可以在它里面 吃出来一丢丢类似火腿 乘风发酵过的味道 虽然是全素 但有一种素菜昏作的感觉 配上上面一整块的炭烤花菇 真的好吃到起飞 接着是到带点酸度的 草莓蔓越莓洛生花茶 过渡到我们接下来要吃的 这道主菜白鱼 用了浙江21天的白鱼王哥 用鲜琵琶和竹锋盐进行腌制 烤完再刷上炒制的鸽子干酱 最后撒上腰果碎完成了这一档 它取了鸽腿带身体的部分 几乎将近半只 腌制排酸过的鸽肉 软弹肥嫩多汁 滋味浓郁 而且没有奇怪的腥味 非常的香 你可以占一点 它们搭配的咖啡酱汁一起吃 没错是咖啡 而且是用90度的鸡汤 手工萃取而得的 特别神奇 而且我觉得90后的厨师 真的是敢想 主菜部分没有用了常规的牛排 而是用了新西兰120天的 小羔羊的羊鸣肉做的 熟成了7天 用取下的肉和皮 给它裹成环状 搭配上用广东海货和鱼汤 做的咖喱酱汁 让我这个喜欢吃羊肉的 和身旁不爱吃羊肉朋友 同时爱上 小羔羊本身胃比较轻 而且做熟成后 自带芳香感 旁边白色的 是用海苔 把它一片片包裹起来的大葱 方方的是羊肉胡萝卜蛋糕 全部吃完 可以配口顺德的水牛奶顺一顺 是不是觉得又法式又广东 感觉只有在深圳这样的地方 才能融合的理所当然 第四月上进入甜品环节 第一道是用新疆生核糖 底下搭配了一个日本干酒 上面一层薄薄的是马蹄蛇粒 呈现出一种豆腐的质感 最后一杯茶配 是用白玉苦瓜做的 加了各种水果的一个清口茶 这个形如苔蟹一般的 它们取名青枣 你看又呼应回去开头的山林主题 上面像珊瑚一样的 是用叶蛋打的日本玄米茶 最下面绿色 是用海草山葵做的冰淇淋 配以红色的树莓酱 搭配一起吃 最后用昙花花蕊浸泡的昙花水 来冲泡我们收尾的这道古树普尔茶 真的有给它装到 怎么那么可爱 今天的佩迪福尔用了广东的 四种甜品来呈现 来致敬广东的糖水文化 橙白色的羊枝甘露 玉兰花柚子这里做的冰糖雪梨 用南北杏露做的一口爆浇的巧克力 以及黑芝麻味道的玛德林 吃完用薯普收尾 从阳春白雪到夏里巴园 从山林漫步到湖海环游 又跌宕起伏 也有蜻蜓点水 整体一道转城起合都非常流畅 可以说代表了目前深圳甚至全国这领域的头部水平了 非常厉害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